開起來,那開起來之後的話,我們就可以直接來用 因為它是免安裝的版本,所以基本上直接執行 執行之後的話,那它就會 應該如果你打開來看,應該就會這邊上面應該都是顯示為中文化之後的名稱 那開起來之後的話,那應該會比較熟悉一點,因為上面的東西都是基本上是比較看得懂的 那這個部分提供各位參考,就是說你如果需要的話,你就把它裝完,如果你不需要的話,那你就用英文版也是OK的 好,那另外的話,建立專案就是從這邊新建,這邊有一個Java的專案,我們就可以開始做一些事情 OK,那這個是第一個,我們的環境部分,所以請各位第一個要先稍微了解一下 怎麼去使用,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有關Equivus相關的操作,有一些細節,比如說包含怎麼樣 第一個開啟,開啟的時候有一個Welcome的畫面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你要建立專案的話,就是從File,一般就是從這個File裡面的New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有關於這個我們的 工作區的切換,那特別是我剛剛講過說 當然你的工作區可以不止一個 也就是說你今天,你可以是這個工作區裡面是某類型的Java的專案 那當然你也可以另外再產生另外一個工作區是另外一個專案的內容,也是可以 就是透過工作區的切換 那工作區要怎麼切換呢? 基本上如果說你有多個工作區的話 或者是說你現在不知道說你的工作區是在哪個位置的話 各位可以透過什麼呢?切換工作區這個選項 裡面可以找到其他 那當然如果說像我們之前有開發很多個,它會列出來 你有很多工作區,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話你可以從其他裡面去找 比如說我另外一個工作區 我的工作區是在放在旁邊,有個什麼Java的Workspace好了 那我按確定之後,我可以去再去切換另外工作區 有沒有它這個地方名稱會變更,就按確定 那它會讓我的Eclipse重新開啟之後 並且把裡面Workspace的專案也通通開起來 那我開起來,基本上裡面的話,這個裡面也是空的 那基本上你可以透過工作區去做這個專案 或者類型去做切換的動作 再來裡面也有匯入會出來 也就是說你的專案如果在外部 你也可以匯入,用Import的方式 把外部的專案給匯入進來 或者是將來在光碟裡面也有範例檔 你也可以透過匯入的方式把現有的那個專案匯進來 那匯入的部分在檔案裡面也可以找得到 另外刪除的話,特別注意就是說 如果有一些專案你要刪除的話 那特別注意 你可以按一下右鍵,就有刪除功能 但是特別注意,將來它會有一個這個地方要不要打勾的問題 我是建議如果將來你在刪除的時候一定要打勾 如果你沒有打勾的話 它會有一個殘留的專案會殘留在你的工作區裡面 也就是說將來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你說你在建立下一個專案名稱一模一樣的時候 它會一直跳出說你無法建立專案 即便是你的專案名稱已經沒有在那個專案總管裡面 但是還是不行,因為它會殘留一個資料夾 在你的那個工作區裡面是看不到的 除非你手動到工作區幕裡面,把那個專案名稱的資料夾刪刪掉才可以 這個也是常常遇到的問題 那順便講一下就是說 這個如果你們用那個Equilibus的開發功能